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很多人都在生活中发现许许多多的问题 但他们没有点子可以解决 我们想到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之前在学校学习到的SDGs 那我们就挑选了九个目标 开始想象要怎么制作这个APP 所以我们就规划了一些界面 然后自己创造了手绘图 还有规划旁边的这些互动区 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有趣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我们所创造的Action Idea App 这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手绘图 这里是我们为小学生S里面我们挑选了九个目标 如果你想要先认识这个APP可以点入功能介绍 里面就会有如何使用 看这些故事 点进来以后 那我点了下属平球 现在就会创 这些故事都会有关于这个目标的 如果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呢 我就可以点入极点 那我答对了呢 就可以获得密码一组 我们去高中高的年级去宣导 然后让大家体验我们的这个APP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APP 然后小朋友开发出这种 就是可以帮大家了解现在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看影片 看我们小朋友是自己是怎么帮忙解决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他可以透过影片来 来让我们知道有哪些人做哪些行动 所以我觉得很棒 而且他几点完还可以玩 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在看写程式的书 那时候看完全看不懂 没办法解读 我们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有去访问了江永仙老师 以及李松贤老师 但后来经过尝试 然后真的去做的时候 就觉得很简单 而且还可以帮助很多人 我觉得很有意义 我觉得令我最感动的就是 就是我们APP做完的时候 然后看到很多人都很认真的 就是去尝试我们做的APP 然后也很 就是觉得很努力 我在制作这个APP的时候 付出了很多努力 还有很辛苦 但是到最后呢 宣导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在使用这个APP 然后也很认真的在使用 所以我觉得很感很有成就 很感很有成就